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美国总统拜登被记者问到 到底什么时候会决定派出军队呢 拜登表示要看俄罗斯总统普京接下来的言行 还说考虑要来制裁普京本人 因为美国其实很少直接对其他国家领导人实施制裁 加上普京的实际资产是个谜 所以美国的媒体普遍认为 制裁普京恐怕没有实质的效果 美国总统拜登造访华府商家 主动走向媒体显示他有话要说 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 乌克兰军队抵抗一个多月后撤离 乌俄冲突只局限在克里米亚 但如果这次俄罗斯再入侵乌克兰 影响范围可能超越欧洲 拜登也表示考虑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 拜登表示美军无意进入乌克兰 但也没排除这个可能 上星期还只是警告经济制裁 到现在下令部队缩短准备部署时间 基调明显有所改变 乌克兰的北边和东边 10万俄罗斯大军没有撤离迹象 俄罗斯出动军机军舰弹道飞弹 在乌克兰周边进行实弹演习 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第三批武器送到基辅 其中包括300枚标枪反坦克飞弹 美俄互相指控对方造成紧张情势升高 消息指出五角大厦将宣布 8500名备战待命的美军 包括陆军巴尔空降师和101空降师 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 美军动员人数可能会再增加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将对俄罗斯的战略产业 实施出口管制 像是人工智慧 量子电脑和民用航太等 而为了降低俄罗斯利用能源供应 反制欧洲国家 美国也和盟友寻求减少冲击的方法 我们不能预计川普天的心 这就像在买茶叶 英国首相强声声陷 派对门的风暴当中 先前被爆料 封城期间在唐宁街的官邸开派对 现在又被翻出来 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 强声就已经违规开派对了 现在伦敦警方也证实了 正在调查唐宁街的官邸是否有违反防疫措施 跟有知情人士透露 强声可能最快 这个礼拜就会下台 英国首相强声一天到晚被逼问 要不要下台就是因为之前的派对门事件 风暴进一步扩大 强声被翻出早在2020年就违规了 这是两年前强声在生日当天去视察小学 宣导琴洗手 现场小朋友们高唱生日快乐歌 之后他还很配合的捧着生日蛋糕合照 但是传出庆声趴不止这样 强声回到官邸后 幕僚也为他庆声开趴 当时的防疫规定是禁止室内集会 代表着唐宁街官邸带头违规 现在伦敦警方也证实确实正在调查 过去两年唐宁街内的所有集会事件 也让官邸弥漫低气压 但有官员跳出来为强声护航 尽管有人跳出来挡 但是强声这一次的丑闻 严烧没完没了 有知情人士爆料强声最快本周下台 还有英国民众怒批 强声是把全民当笨蛋 强声过去多次挺过争议 可说是英国政坛的九命怪猫 但是这一次可能败在一场又一场 为他庆声的生日派对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副总统赖清德今天过境美国洛杉矶 IT主席还特别登机迎接 而外交部表示接下来还会安排 赖清德和美方政要进行视讯会议 而对此大陆国台犯的头批 只是民进党独谋挑衅 而由于中国大陆的暴富 根据路透报道传出立陶宛的外长建议 台湾代表处的名字中文名称 可改为台湾人民代表处 但是在英文跟立陶宛文则不辩 希望降低中立两国的紧张局势 路透报道立陶宛外交部长提议 将台湾代表处改成台湾人民代表处 外交部火速做出回应 外交部强调台力合作目前没遇到困难 会持续进行 不过同一时间陆媒也报道 立陶宛在这次北京冬奥将派出规模 最大的代表团 并形容这行动是向大陆登门认错 让北京当局不满反对的 还包括副总统赖清德 以特使身份前往宏都拉斯 出席新任总统就职行程 因为赖清德26号上午 途中过境美国洛杉矶 AIT主席还特别登机迎接 即便国台办怒向美方挺台独 会损害台海和平 但外交部表示 赖清德接下来还将在美国 与美方政要进行视讯会议 而日本福岛的食品过年前 就要开放进口了吗 葛奎苏珍昌回应 全世界到现在就剩下台湾跟中国大陆 禁止福岛五线的食品进口 政府会按照科学的标准 国际的标准把关 不过国民党立委就透露 在立法院审查完预算之后 就要宣布进口何时 时机未免太巧妙了 你看到外交部长吴钊燮又来协商 国民党直接问这个问题 日本何时要进台湾你觉得恰当吗 你觉得你同意吗 我们外交部并不是主管机关 那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尊重主管机关的这些做法 强调不是自己负责的范围 但福岛何时开放似乎溅在弦上 国民党立委私下就透露 早就接到消息 要在27号立法院审完预算后就宣布开放 苏院长华似乎没否认开放是早晚的事 据传民进党内部评估 反福岛食品进口的民众 已经低于50% 比萊猪还好沟通 好巧不巧立法院也有民团开福岛何灾记者会 找来日本居民谈现况 要让民众更了解福岛何灾后的状况 另一头的朝野协商也被当成另一个战场 民党在审查议算赶赶赶赶 希望赶在礼拜五之前 能够删除通过 之后要突袭开放何时 日本食品什么时候开放 这绝对要尊重 总统以及国安团队 连总招都没有资格问 说明这党立委没有这么神通广大 但福岛何时年前扣官或许也非空穴来风 TVBS新闻 张明和李贵正伟家其SNG小组台北采访不到 高雄是一名72岁的富人 25号施打了第三剂莫德纳疫苗 休息了15分钟之后没有异状 没有想到当她上车要有家人再回家时 突然身体不舒服昏倒 接种站的医护人员立刻赶快去抢救 一度恢复呼吸心跳 但老妇人事后紧急送医 仍然不幸宣告不治 由于妇人有糖尿病 气喘病死 死因还有待查明 而卫生局已经向上通报 疫苗不良反应 救护车紧急抵达 设在报公庙旁的接种站 当时医疗团队正急着 为72岁的妇人进行CPR 因为她在接种第三剂莫德纳疫苗后 竟然身体不适昏倒 那边出来 你在那边 就在那里急救 对 妇人是25号上午8点多 由家人陪同前往施打疫苗 打完后休息15分钟 都没有异状 没想到就在家人开车 要载她回家时 已经上了车的她突然休克 紧急被送下车 现场的医护人员都上前帮忙抢救 一度恢复呼吸心跳 但被送上救护车 到院前仍宣告不治 老妇人有糖尿病 气喘病史 前两剂打了AZ疫苗 第三剂打莫德纳 突然昏倒暴斃 卫生局已经紧急向卫福部 进行疫苗不良反应通报 要查明是不是跟施打疫苗有关 协助家属来做一个救济的 申请出的填写 在嘉义中浦 也有一名59岁的刘姓妇人 14号打完施打疫苗 第三剂莫德纳后 在16号一早6点多 因为呼吸困难 身体不舒服送医 抢救不治 卫生局表示 已经协助家属通报疫苗不良反应 接连两名富人在施打莫德纳之后 暴斃到底跟疫苗有没有关联 将由卫福部理情判定 去VBS新闻 徐晋红既健亨南部报道 Omicron已经入侵社区 疫苗接种也加紧脚步 1822第21期的预约 在26号10点就会开放 而依旧采取年龄分流 上午的平台预约的状况 还算顺畅 没有出现当机 不过各县市都喊出春节不休假 北市初四到初六 会提供2.1万剂的BNT接种 新北出山各接种站就上工 甚至中和环球初二就可以随到随打了 由于人潮相当多的北车接种站 也因应春节的返乡潮 从1月28号到2月6号会暂停服务 请您多多留意 北车接种站今明两天 上午都是打预约好的莫德纳 而下午则是随到随打 不过只有BNT能选 而因应春节返乡人潮 因此1月28到2月6号暂停服务 9点不到就涌入排队人潮 都是预约好来打莫德纳的 持续催打21期加紧脚步开放 依旧分流预约65岁以上 26号最先10点开抢 其次50到64岁中午开始 至于18到49岁第三阶段 下午2点能预约 都是到27号的下午4点截止 接种时间是2月7号开始到13号 长者不会网络预约 10点开放前就来排队 找里长帮忙 就连药局也有一些民众前往 而这次预约状况顺畅 并不像先前挡机频传 以前两季都打莫德纳 还好 所以就来预约 不止1922各医劳院所也都有名额 尤其春节各县市喊出不收假 北市加开初四到初六医劳院所能打BNT 而新北更早初三各接种站就上工 甚至中和环球能随到随打 桃园则是初四和初五 加开桃园巨蛋 荣民服务处打高端或BNT 另外台中初夕和初三到初六 民众都能上医劳院所登记 彰化甚至完全没休息 初夕初一初二医劳院所也都有市出名额 过年马不停蹄接种 就是因为Omicron来势汹汹 甚至专家推测新冠病毒 得再突变一到两代才能稳定 自死率确实它的数据上来说 比Delta要来得低很多 但是针对这些没有打疫苗的 这些族群来说的话 其实Omicron它所造成的死亡率 跟重症率其实都还是颇高 根据国内统计 Omicron感染几率大多为50岁以下 轻症像是喉咙痛 咳嗽发烧比例达到7成 不然就是无症状 但不代表就不会有中重症 如果整体确诊数大增 专家推测还是有可能出现重症或死亡 因此打疫苗还是关键的防疫策略 第一本新闻王兴堂 周游轩台北报道 而落实实验制 台南市府开第一枪 针对没有实验制的民众来开罚 但是卫福部长陈时中却表示 实验制是没有强制力的 所以没有罚折 对此市长黄伟哲却搬出了地方法 认为机场和开罚属于地方政府的权责 会再跟陈时中部长报告 而现在高雄迄今被列为足迹的红点 市长陈其蔓也要求 餐厅要加隔板 婚宴 还有宗教活动都要暂停 进入卖场前 手机机的拿出来 就连菜市场各团员都摆出QR Code 因为台南市长黄伟哲 25号宣布 没有落实实验制要开罚客人 要开罚民众举双手赞成 因为比较有约束力 但台南海出开罚 却被卫福部长陈时中说 没有法源依据 而黄伟哲这样说 包括实联制的部分 去年我们就已经开了 三百多张罚单了 那怎么会无法可依呢 我们跟尊重部长的一个讲法 但是批查跟开罚 是属于地方政府 所以说可能我们再跟部长报告 怎么会无法可罚 洪梅哲把先前开出了 三百多张罚单搬出来 表示要向部长报告 台南没实联制要开罚 是罚定了 而要加强防疫的 还有爆发疫情的高雄港区 迄今也被市长陈其迈要求 餐饮业加延十四天 除了十天之外 还要把隔板拿出来 隔板应该之前就做了嘛 以前就做了 他现在拿出来用而已 隔板重新摆出来 但有更多店家 桌子椅子全都收起来 直接取消内用改外带 因为这波Omicron病毒传染力强 店家自己也啪啪的 之前因为那个没有 毒性比较没有那么强 他们又比较安全一点 我们就有用隔板 后来取消隔板了嘛 这次我们就全部都没有内用了 为了防堵疫情 扩散到第三圈进入社区 在奇经卡OK小吃部唱歌 也都要戴口罩 婚宴庙会社区等大型活动 也通通喊咖 日照机构关怀机构也暂停服务 落实防疫要减少群聚 降低染疫风险 TVN新闻 爱东贤顾手畅留学 SN小组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好 全球第一线 我们邀请到的是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 汪吕中汪教授加油现场 吴老师午安 新华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老师首先我们今天要来聚焦的 就是立陶宛的立场 是不是有所转变 还是为了贫富大陆的不满 不得不为之呢 因为现在传出内部讨论 要把台湾代表处 改成台湾倫斯代表处 似乎不要强调台湾是政治实体的 这样的印象 不过其实国内传出消息说 这个讯息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请教您 是 这个消息这个传言 其实它并非空穴来风 过去一段时间 在外国的媒体报道之中 非常多人都讨论到 所谓的立陶宛政府内部 有不同的争议 所谓的理子或者是面子 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们所谓的理子 是指立陶宛的产业 其实在跟过去这段时间 因为台湾的事件的争议 造成立陶宛许多的产业 受到中国大陆北京当局的 经贸上面的限制 而这个限制不只是立陶宛 自己的产业受到限制 而连跟立陶宛做生意的 像是德国法国的公司 其实都受到了一些 外贸上面的限制 所以对立陶宛产生 进行了一些施压 希望他们可以在外交上面 做出一些调整 至少可以让这个生意 可以让产业 可以继续的发展 可是在面子上面 如果立陶宛做出让步的话 其实不仅仅是立陶宛的失败 或者是立陶宛的外交挫败 它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的是 西方民主国家给立陶宛的助力 其实并不如想象这么的巨大 反而是立陶宛 可能要自己来面对这些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的里子或面子 变成立陶宛最大的考验了 到底怎么样的情况 可以让立陶宛 可以继续hold住这个局势 不要让外交上面出现挫败 立陶宛现在可能真的是 面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 不过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我们当然希望台湾 可以在外交上面有所突破 可是我们说人际关系当中 如果把人际关系跟外交政策 做一个相对应的比较的话 人际关系里面 我们比较担心的 常常见到的是所谓的交浅延伸 也就是交情其实不够深 但是我们希望展现很大的热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双方好像一开始交情 好像不错 可是后续就会发现 好像这样的关系 有点让大家觉得吃不消 其实现在我们跟立陶宛的关系 就有点像是这样 我们希望外交上有所突破 可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现在造成了双方 其实某种程度都遇到了一些压力 这个立陶宛的故事 可以让我们在未来 台湾所谓的务实外交上面 也许得到一些借鉴 也许得到一些经验 让我们跟其他的国家 做交往的时候 可能更多做的事情 是像过去可能务实外交 多一些少说多做 或许对于大家来说 或许台湾的这个外交空间 可以得到真实的扩大 会比较有助益 这是从立陶宛的事件 可以看出来的事情 是确实 目前立陶宛面对大陆的压力 如何做出平衡 那么我国要如何维系 更深化跟立陶宛的关系 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商务部 他们最新公布半导体的调查报告说 美国关键晶片的库存不到5天 而显然 现在全球的晶片供应链 还是相对不稳定的 但是美国释出这样的讯息 背后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不过同时还有一份资料显示 大陆在全球晶片市场的销售战额 已经超过台湾了 接下来台湾要如何布局 这个战略性的产业呢 请教教授 是 其实这个消息 对于台湾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互活神山就是台积电 而台积电所代表的就是 整个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上面 在科技上面 技术上面的领先 它确实存在 而且这个领先还是有蛮大的一段差距 但是我们别忘了 半导体的产业所谓的晶片 它不仅仅只是高阶的晶片 有所谓的供应的需求 其实在中低阶 其实也需要很多的这个晶片的供应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能够供应的 如果说高阶产业 高阶的晶片 我们有领先的地位 可是在中低阶部分 需要大量产能的 尤其在所谓的一般的消费性 电子商品 如果需要所谓的中低阶的晶片 谁来供应 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这个库存报告 某种程度上面显示的是 美国现在在本土的晶片的供应 其实是非常匮乏的 剩下五天不到的库存 反映出来的是很多的产业 其实现在是完全不能出现 任何一丁点的误差 也就是他们的供应商 美国目前的这些厂商 他们的供应商 也许不是从中国大陆 也许是从其他的地方 这些供应商都不能出现 任何的这个物流的短 物流不能出现状况 而且这个供应也要确保 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导致稍微的停工 停工的状况 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在的反映出 美国所谓的跟中国之间的交流 目前已经造成了 目前整个在半岛里的产业上面 所谓的供应的失衡的状况 其实过去这几年 总在疫情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晶片这件事情 随着科技的进步 晶片的需求 一直都是所谓的供不应求 或者是供需刚刚好的平衡 可是因为疫情之后 再加上美中的经贸科技战 跟贸易战 让晶片 美国在对中国的晶片依赖 试图要降低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来补足 中国晶片的这个空缺 变成美国晶片产业 非常需要的 非常巨大的一个缺口 美国现在可以做的 如果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 它可以做的是 加强跟西方民主盟国 包括了台湾 包括了韩国 对台湾跟韩国 可能某种程度增加合作 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 施加一些压力 希望台湾跟韩国 尽可能的提供更多的供应 来补足中国大陆 这个产业的 这个生产的不足 可是台湾 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问题是 台湾要怎么样能够 能够让我们自己 不但有高阶晶片 可是在中低阶晶片上面 也可以提供更高的产量 来帮助美国 或者是帮助我们自己 站稳自己的更好的地位 产业的整个的结构跟政策 可能要从国家安全 提高到国家安全的层次 来做一些思考 我们未来在短期之内 怎么样来赶快的 补足所谓的全球产业 在全球产业链 供应不足的时候 站稳台湾的位置 可能要强化我们的供应 那在中长期 或许也许在全世界 哪些地方设厂 对台湾比较有利益 如果说真的 譬如说台积电 或者是什么部分的 高阶的厂商 要到美国设厂 怎么样用国家的政策 来帮台湾的厂商 能够取得一些利益 谈判取得比较好的筹码 比较好的设厂条件 我想这是台湾超前部署 尤其在半导体 这么重要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做的事情 确实像我老师提到的 现在晶片 不管是中高低阶 都已经算是 国家的战略型物资了 台湾要如何布局 取得更多优势 超前部署是相当重要 不过刚刚提到的晶片 牵扯到了地缘政治 现在地缘政治最紧张的 就是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的边境了 有乌克兰的将领就指出了 他说俄罗斯到底 会不会入侵乌克兰 什么时机要入侵乌克兰 可能跟北京冬奥 会有所联动 传出普京 他会出席冬奥 所以在2月20号 冬奥闭幕 会是一个关键的 观察时间点吗 还有现在北约 跟美国步调 好像不太一样 北约其实已经宣布 不会派兵到乌克兰 还不断呼吁跟俄罗斯 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 而反而是美国说 不排除要派出快速反应部队 动作相较起来比较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落差呢 请教教授 同样的 又是一个国际现实 现实政治的问题 我们先说说乌克兰 现在的整个紧张局势 其实并没有降温 但是这个局势 是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北约跟美国 在面对如何要帮助 乌克兰的这个决策上面 看起来态势是越来越明显 就是坚守的所谓的经济制裁 而不是军事的协助 虽然我们看到了美国 调派了8500名军队 从欧洲的驻军 调往东欧部分 比较靠近乌克兰 靠近俄罗斯的部分 去做一些集结 但是美国拜登总统 我们从各方面的资料 资料跟他自己都宣示了 美国的美军 是不会进入到乌克兰的 同时北约也做出 同样的宣示 换句话说 北约跟美国虽然给乌克兰 非常多口头的资源 而且甚至是言辞上面 非常强硬的说 如果乌克兰真的被入侵的话 俄罗斯会遭到很严重的 经济的后果 经济的制裁 可是如果没有非常强硬的 用军事力量来力挺 某种程度来说 也给普丁有喘息的空间 或者甚至让普丁觉得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推断说 其实俄罗斯现在看起来 在乌克兰的事件上面 有很多的选择 到底要不要入侵 或者是要不要采取 什么样的动作 基本上关键在于 俄罗斯的手上 所以我们才会有 后续的乌克兰的将领会 推断说 什么时间点 乌克兰可能会遭到 比较强硬的攻击 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可能要跟中国 进行比较多的紧密的合作 因此会推断北京冬奥之后 大概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点 对俄罗斯 或者是对于他的盟友 中国来说 如果台湾真的看待 这样的事情 台湾要怎么来看待 假设冬季奥运之后 真的变成了一个乌克兰 被入侵的一个时间点的话 台海的局势 会不会因此而生变 关键在于西方民主国家 到底是不是说的比做的多 到底有没有采取行动 如果西方民主国家 在面对俄罗斯 如果真的入侵了乌克兰 西方民主国家 只是按兵不动 只是发表口头的声明 或许在整个亚太地区 中国大陆北京当局 也会看待西方国家 看起来会更加的认定 民主国家能做的 可能比说的少太多 也就是光说不电 这样的一个局势 会让整个全球 不只是俄罗斯 中国 甚至是所有的 跟美国比较没有关联的 比较反对美国的势力 都会开始做出一些行动 这个对全球的局势来说 当然会有比较重大的影响 所以确实关键的时间点 冬奥之后值得观察 另外美国跟西方民主国家 是不是还是说的比做的多 这点我们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我们当然希望 西方民主国家 真的不能只是光说不电 如果只是光说不电 看起来太不可靠 确实温老师说的 虽然乌克兰距离台湾 非常的遥远 但是会牵动的是美俄的情势 同时也会影响到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 还有后续的相关政策走向 再来还要看到的就是 是离我们很靠近的西太平洋地区 每日在冲绳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但是解放军过去半年 在同个海域也很忙 实施常态化的部署 而大陆的军事自媒体 他直言 他说如果现在台湾发生 台海发生战争 美军的行动会受到阻拦 而且台湾也无路可退 没有后路可退 如果还要看待解放军 在冲绳的动作呢 请教教授 是 所谓的没有后路可退 坦白说任何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 都没有所谓的后路可退 任何国家都是退此一步 就没有地方可以退的 所以所谓的没有后路可退 大概在任何国家都是一致的 不过我们在解放军的部署 或者是整个印太战略 尤其是最近美国在整个南海 或者是印太地区的部署 可以看出了一点 就是传统上我们都说 所谓的第一岛链 把中国的解放军 能够压制在第一岛链以期 就是压制在第一岛链之内 看起来呢 现在已经慢慢的有所突破 有所改变了 解放军的海军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不只是突破的第一岛链 甚至是绕了台湾走一圈 都没有太大的阻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就如同美国各项情资显示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军力的差距 确确实实在缩小当中 而美国也并没有真的 可以有办法完全把中国解放军 或者中国的军方 可以完全的压制在第一岛链之内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的军事演练 或者我们看到现在的 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的部署 台湾其实应该要思考的是 怎么样能够真的 谈到的所谓的不对称的战力 我们的不对称战力 要诚实的面对 所谓台湾加强不对称战力 我们的强化可以强化到什么地步 这更诚实的面对是 这个不对称的战力强化之后 是不是真的有能够达到自我提升战力 然后自己就能够有嚇阻的能力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自我提升 自我有嚇阻能力 恐怕台湾可能要进步的空间 或者要加强的还非常的多 要思考的是靠自己站起来 尤其是比较团结 要摆脱蓝绿 这是台湾的很大的课题 如果我们一心期待的是 日本或美国的帮助 其实对任何的国家来说 从自身的防卫的角度 其实这个其实优点是不切实际 更实际的状况 恐怕是回归自己的国家内部 来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看到所谓的后路 或者是看到所谓的冲绳 或者是台湾周边海域的一些军事准备 我想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让台湾内部好好的思考 到底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准备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也是美国所期待的 确实温教授面对对岸 不断的武嚇 其实台湾的做防卫能力 展现能战的决心 才有办法让盟友深以援手 不过我们也有看到说 今年西太平洋地区 真的好像是政权交替的一年 除了上回秦老师分析的 南韩的选战 已经陷入了负面选战 在菲律宾好像也有类似的趋势 明明已经快下台的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他的谈话还是备受关注 他说要揭露所有候选人 不光彩的往事甚至还涉及了贪污 还说其中一个人不能当总统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负面选战 再度打响呢 请教你 是 杜特蒂其实他即将要现任了 但是他其实是非常会 会非常懂得如何影响政情 或影响选情的 杜特蒂现在抛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或者说震撼带 基本上他大概做的 他的大概的想法是希望可以继续的延续 他对于菲律宾政局的影响力 尤其是他掌握了 或许掌握了不少的情报 或者是负面的消息 对于最后选战的最后这几个月 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透过这样的一个放话 基本上他希望可以在未来 不论是谁当选 大概都可以继续跟他保持一定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知道杜特蒂自己的女儿 就在这次的选战当中 他扮演的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角色 也就是说杜特蒂做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他对于菲律宾政坛的影响力 如果可以持续 对他的女儿来说会是有帮助 而且对他整个家族而言 也会有不小的帮助 现在其实看菲律宾的总统大选 更值得注意的是 到底目前谁是领先的 而这个领先者 他对于未来的亚太局势 到底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目前的领先者是过去 马可士前总统的儿子小马可士 小马可士现在在两岸关系 就是所谓的南海的问题 或者是美中的关系当中 他已经做出蛮明确的表态 他大概会延续杜特蒂的做法 但是不会如此的轻忠 而是朝向美中之间 希望菲律宾可以走自己的路 在美中之间 不要太过的倾向任何的一方 透过菲律宾自己的路 自己的方式 来在两国两个强国之间 找出生存之道 我们在台湾看菲律宾的选举 尤其是看菲律宾五月份之后的选举 之后的这个外交政策 或许可以思考一下 整个亚太的局势 是不是在杜特蒂下台之后 后杜特蒂时代 或者是小马可世时代 假设他当选了 小马可世时代 菲律宾外交政策改变 南海南中国海的议题 可能会出现变化 台湾是不是有相对应的准备 这个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然后再配合着韩国三月份 就会有一个政权的交接 韩国的新政权 又是如何看待整个的美中关系 整个印太局势 虽然美国很强势在推动 可是韩国换了政权 菲律宾也即将更换政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力量发挥的影响力 会不会跟过去一样 还是有所转变 台湾在这个地方 可能不只要看美国 恐怕还是要看一些盟友 做出什么样的相对应的回应 来做出我们自己的决策 好 确实哦 谢谢汪教授这一节的分析 因为不管是南韩 还有菲律宾政权 如何交定他们的外交政策 势必也会影响到 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 感谢您 感谢 再来 带观众朋友关注到的是 北韩周二又有动作了 朝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巡弋飞弹 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第五次 发射的第八枚飞弹 而光是这个月 北韩发射的飞弹的数量 就相当于去年一整年的总数 而传出北韩动作频频 其实就是要牵制 南韩总统大选当中 民调领先的乙锡越 因为目前乙锡越的北韩政策 是采取强硬的态度 所以成为了北韩的眼中钉 北韩在周二今年第五次 试射飞弹 南韩军方监测到北韩 从内陆区朝日本海方向 发射两枚不明飞行物 初步研判是巡弋飞弹 而非先前频繁试射的弹道飞弹 事实上北韩从本月五号开始 除了五号十一号各一枚 十四十七和二十五号各两枚 一个月内共发射八枚 不管是发射频率还是飞弹数量 都是领导人 金正恩掌权后的新高 北韩进入二零二二年以后动作频频 有分析认为他们的目的 不只是针对美国 即将在三月九号投票的南韩大选 他们也想发挥影响力 南韩最大在野党 人民力量党的总统候选人 尹锡岳认为 对北韩应该采取强硬立场 还说如果当选总统将完成北韩非核化 也难怪北韩官媒会将尹锡岳计为眼中钉 尹锡岳甚至批评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 继续看到中国大陆抽营跟中资的金门路导酒店面临了破产 而冬年前有酒店业者向英国家政策看好金门的观光 向银行贷款了1.8亿人民币而来兴建酒店 但是当初的银行只拨款了6930亿万元 都有按时还款 而2019年中国大陆以进出口银行可能风险为由 要求判定业者依次还钱 甚至还委托台湾的管理银行来催讨 只是他们拿着1.8亿人民币的债权 凭证讨钱业者复服 认为这个是无理的要求 还放大了贷款的金额提出抗告 但是最终都被驳回了 看好金门观光产业2016年为了响应中国大陆政策 酒店负责人吴春江向银行借贷1.8亿人民币 到金门兴建鹿岛酒店 风风光光开幕也接待过不少旅客 只是时隔多年现在酒店得面临破产窘境 金门鹿岛酒店也一直在为两岸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发声 今天不是一个无理的打压 你就可以直接成为我们最后一根稻草这样子 拿出资料想再一次好好对外说明 因为他们已经沟通协调多次 还提抗告也遭驳回 整起事件归咎于中国大陆抽银跟导致 当年业者为了投资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借贷1.8亿人民币 不过银行只拨款6931万 虽然期间都有照常还款 就在2019年银行要求一次还款 还授权台湾的管理银行贷讨钱 只是明明当初只给了6000多万 管理银行仍是以债权凭证讨1.8亿 业者提出抗告高等法院驳回 现在如果酒店还想暂停强制执行 就得缴4140万元 听听看是否还有转还余地 当初只借了6800多万 但是现在却要我们还1.8亿 那遇到这样子无理的状态 我们当然就是要争取事实 即使疫情期间还是硬撑挺过来 现在却面临国家政策打压 抗告也没用 只好站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因为下一步也准备好 要申请破产 TV新闻陈平乔谢伦金门采访报道 而说到观光旅游 中国大陆拼文化旅游 古都西安也展开了大唐建筑的重建 专家是推敲了唐诗的诗句 考察隋唐时期的建筑风格 融入现有技术 重建出有皇家敬院之称的芙蓉园 而且夜间也会利用高科技的灯光 仿造大唐时代的灯火通明繁华景象 也带动了曲江周边的夜经济 不过虽然去年底开始 西安就进入了封城 还是获选为2021年 中国大陆前20大的夜经济城市 三千年来的是三朝古都 基安理所当然成为重现古典 中世元令的第一选择 作为建筑师 不是关起门来设计一栋房子那么简单 我们扎根在什么地方 就应该想着怎么样能够延续那里的文脉 表现唐代文化 依托湖自然的山水的地形 演绎名源 建筑师口中的名源就是隋唐时代曲江的皇家御苑 芙蓉园 但想让时光倒流重现芙蓉园的往昔样貌 却不容易 历史上对这座园林的描述并不多 只能翻找唐诗 推敲出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 唐诗里面的词句变成现实里的一砖一瓦 现代建筑的技术融合千年前的古风 来打造出四十组的园林建筑 你看到他们的眼孔那个曲线很平缓很舒展 对 这是唐峰建筑的一个最大特色 对 这个连延继续可以向上再翘 让人感觉有一种曲线的延伸感 以往只有皇室才能独享的御花园 现在要开放让所有民众参观 整个建筑方式也跟着做出调整 落落落落 送洗牌 做成了一个大的落地窗的设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燕塔 紫云楼 女馆 景色在我们的室内都可以很无遮挡地去感受到 不只打造白日的大唐风韵 利用芙蓉园的建筑特色 加上高科技 重现华灯初上的长安城 温温是否正常 正常 正常 紫云楼采用的都是清型材料 它既要展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又要符合咱们懈怠的审美 还有保证野出的功能 消防等各方面的安全需求 8000多个LED灯 4万多组的电路操控 集合各种特效打造出梦幻的灯光秀 激光准备完夜 各居住地野出造型时 3 2 1 走 仿佛时光倒流走进大唐部夜城 这里是中国大陆去年最受欢迎的 前十大夜景景区之一 还带动整个曲江周边的商机 光是2021年1月到9月 西安的夜经济规模 冲破2000亿人民币 成为去年前20大的夜经济城市 把唐诗变成建筑 用文化吸引商机 古都的风雅也可以很接地气 TVB新闻综合报道 还要关注南韩政府 订出了限速的时间表 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 咖啡店里头禁止使用 一次性的塑胶杯 而6月10号开始 使用一次性的免洗杯 必须付5到10块钱台币的押金 11月开始一次性的纸杯 还有塑胶吸管就全面禁用了 所以现在在南韩的民间咖啡店 都在实行押金环保杯的制度 让消费者付少少的押金 可以使用重复使用的杯子 朝零速社会买进 来到南韩首尔之间连锁咖啡店 点外带咖啡时 店员不是给免洗杯 而是提供可以重复使用的环保杯 这样的押金环保杯机制 在首尔的大型连锁店和个人咖啡店 一共有19个据点 市营运两个月后 一共减少了约23万个一次性免洗杯 不过23万个环保杯中 有8万个没有归还 回收率约65% 达不到当初设定的目标 进州岛的连锁咖啡店 比收尔早一步试行 这些重复使用的环保杯 都会集体回收到 SK集团旗下的专用洗洗场 经过消毒 杀菌等 四道程序彻底清洁 确认杯子没有遭受污染 才会再拿出来重复使用 南韩政府订出限速时间表 从今年4月1号开始 咖啡店内用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杯 6月10号开始 使用一次性免洗杯 必须付5到10块台币押金 11月开始 一次性纸杯和塑胶吸管 都禁止使用 除了外带杯 外带容器 是另一个减速重点 过往小吃店都会将外带料理 装在塑胶带或塑胶盒 在新冠疫情期间增加大量垃圾 现在也开始推行 可重复使用的环保餐盒 有专人集中回收 清洗消毒后 再重新供应给餐厅 目前经济到当地 有140多家业者加入 餐厅业者省下购买一次性容器的费用 和顾客一起做环保 也得到正面评价 南韩一次性塑胶带禁用范围 也将从今年11月 扩大到超商和小型零售高饼店 南韩政府计划 2030年以后 不管店家规模大小 全面禁用免洗餐具和一次性塑胶带 一步一步朝零宿社会迈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是台股农历年前 最后一个交易日造盘 上冲下洗超过百点 但是五盘反弹过后 收复了17700点大关 立平收红封关 有机会报告过年 牛年最后封关日 台股一开盘就失手17700点关卡 造盘跌超过60点 随后收链指数反弹上涨 截至上午10点半 指数上冲下洗超过100点 护国神山台积电受到美股拖累 开盘跌6元 在635到640元之间震荡 联电早盘跌幅也超过5% 昨天的美股它是开低又走高 等又留一个下影线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说 要做足底的动作 所以这种开低走高上下震荡 我觉得会是心肠 除了无二地缘政治紧张之外 加上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的结果代公布 拖累全球股市震荡 美股倒穷更从前波段高点 三万六千五百九十二点至今跌幅将近百分之七 也影响到台股 从月初前波段新高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九点 截至二十五号收盘 二十天内狂泄九百一十八点 因此也有股民哀嚎 为何不能提早封关 闪开大跌阴霾 主要是考量到台股交割制度是T加2 必须配合银行最后工作日 才会在休假日前两天封关 而对于是否报股过年 分析师乐观看待 认为年后开红盘的机会还是偏高 基本面选股建议半导体金融资产营件 原物料和电动车题材 高值利率选股可以看IC通路 面板和货柜三雄 至于被套牢 犹豫下一步的投资人又该怎么操作 股票又是赤字 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不是要停损 过一个好年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可能还是要回过头来检视你的股票 你假设你的股票 是我刚刚提到那些类股的话 那我倒觉得说你应该报股跨年 接下来开红盘的过程里面 等他直稳的时候你可以逢低探平 这个部分才有办法解套 也就是说基本面好的个股 可以报股过年 分析师也强调 年前下跌未必是坏事 投资人不必过度恐慌 TV的新闻是蒙九水泰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